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3哥說他冷血 我們說冷靜 我們看看他的判決後 他的父親叫劉大京 他說 他的生命某部分 已除小燈泡一同死去 在這個社會沒有能力處理 黄炎 即是這個紅毛恐兇 重返社會再犯 風險的情況下 任何極型以外的量型 極可能 將會將社會大眾自於被剝奪下一個無辜生命權的風險之上 這個對人權不也是一種嚴重的傷害 即是沒有障害力 所以呢 你看到 喂 這些 即是他父母我發覺都很文青 寫這些 即又是這些不吃人間煙火的寫法 當然我們這樣讀 他媽媽怎麼說呢 他媽媽叫黃遠瑜 他說透過檢察官、法官、精神鑑定、專家等等的努力了解黃炎 為何走向極端 也看到現行的社會狀況、國家政策和機制中幾乎沒有矯置防止再犯的可能 這樣按法 即是說 其實這個媽媽 都是 他父母其實都是 其實暗藏著都是贊成死刑的 但是因為他之前 走得太極端廢死 廢到太過 廢到頭腦都充分了 變了 他說的話 以文青色的方式 其實他是贊成死刑 回避 但是他就不會寫 我責人死刑 我要判他死 但是他說 不處於極刑 不足以阻嚇 社會 社會就同樣事發生 什麼叫極刑 就是死 所以這些 這些文青父母都是麻煩的 小燈泡被殺之後 當時這個蔡英文 她叫蔡阿姨 當時以蔡阿姨的身份 就給了一張卡 給小燈泡的父母 他說 你會全力保起社會許多破檔 但不知道這兩年國家做了什麼努力 兌現多少承諾 但記得總統也曾說 永遠記得台灣的父母都在提心吊膽 永遠要記得司法要成為正義的防線 蔡阿姨就是在保洞 台灣網民就說 是啊 她正在保洞 保自己腦裡的洞 好了 在保洞 這個只是一件事 但是在過去兩個月 台灣發生了17宗 17宗殺人事件 其中有12天裡面 3宗分屍 3宗分屍 12天裡面 有些是槍擊 什麼都有 喂 這個是什麼社會 大佬 蔡阿姨說到 保洞 保洞 要防止這些事情發生 兩個月裡面 發生17宗殺人事件 究竟台灣是病到什麼程度 民心 社會 最主要是政府的腦 政府官員的腦裡面 真是一個個洞 他們要先補好自己的洞 可能台灣社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抑鬱 民間普遍的抑鬱 要有些發洩 因為台灣一直以來都被外面的人說 是一個安全的城市 就是全世界的安全城市 台灣都是前幾名的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兩個月 去計算17宗 真是不很安全 大佬 而且屌你 只是心甘手辣 手起刀落那些 大佬 不是走過 不衝動 不是衝動 分屍就絕對不衝動 對 很理智 你一定有計劃 睡了之後 哪個床 在哪裏 所以 台灣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這些要專家先說 專家就有另外一套說法 好了 有些人又問徐國勇 他說 政府對這些兩個月十幾宗命案 有些什麼看法 這位是行政院發言人 徐國說 噢 這些都是零星個別事件 很危險 去到這些時候 又會犯上同一個乳病 即是 這些 即是你說 兩個月裡面發生兩三宗 那我們都可以說它是個別事件 香港很流行的 我們不評論個別事件 那這些真的可能偶一言之 真的突然之間 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 宣染的程度 一個月發生兩三宗 現在兩個月發生十七宗 你說的個別事件 真的很奇怪 那它不是連續事件 是十七個個案 我記得那時候 我後 應該十幾歲的時候 如果一年 一年裡面發生一百宗命案 那時候很厲害 那時候都命案很厲害 如果那一年超過一百宗 是很大件事的 報紙直接拿來做 作到很大 你說香港 香港 其實以前 有些觀眾 如果是年輕 可能不知道 以前呢 香港發生命案的話 即是堅持的 報道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發現 是 今年第幾宗命案 現在都多到是不趕了 我猜現在應該沒有那時候不多 我猜一年裡面不過百宗 以前 以前真的去到很厲害 一百宗 一年 一年一百宗 好少 其實以前都是五六十 那時候 即是三點六天 三點六一單 是 是 過百的不多 不是不多 但是在那一兩年 是 九十九一百 一百零幾 去到七十幾 其實已經是非常之多 不過年代有不同的年代 平均五一單很厲害 香港是一個小城市 但是香港當年來講 那些移民 那個複雜程度 是 那時候 那時候 多數都是打劫的 那時候 就是窮 是嗎 你不是搶錢 你一叫他們 就懂了 紅底黨 是 我打劫你 一定要見到一張紅 紅底 我見不到紅底 就和你一刀見紅 所以那些叫做 紅底黨 後來又出了什麼 已經是七零年代 那一年代 就是 一年一百宗 那就是差不多 我以為你說六十年代 不是 六十年代反而不多 你說你十多歲 十多歲就差不多 我現在只有六十而已 那七十年代就對了 好了 變了台灣 病得都幾嚴重 所以 我們 教主經常說 愛經物器 我們不是說 你這麼多 抵你死吧 你民進黨執政 抵你仆街 這不是我們的本意 但是問題是 台灣病到這樣 各方面都要努力 其實被殺 就是被殺的老百姓 其實一般的平民 不是說 因為什麼政治因素 也都不知道政治背景 那這些人 所以我們不是說 在這裡說 該他死吧 他支持誰 他支持誰 完全不一樣 法案的人的年紀 是不是年輕 很年輕 你會分屍都很猶豐 所以問題就是 年輕人的那個 情殺 我發覺 通常分屍多數都是情殺 有一個不是 有一個不是 他自己 對人有意思 人家根本就是 那也是情殺 人家對根本沒有情無性 那這個 單屍都是一個情 都是一個情 想溝人家 人家不受溝 就是尼包有情 尼包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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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一定雙方有情 單方都有情 所以這些特別殘忍 愛不欲其身 烏不欲其屎 所以你屎 屎就對了 屎了我還要分屍 這個是病態城市 去到這樣就是病態 我們聽朋友去台灣旅行 都說 半夜逛街都不用怕 說到這樣 都是不用怕的 那些全部都是 有緣有故的恨 不是無緣無故的愛 所以不會說 你無緣無故 你是一個旅客 會用這些情緒 我們老友 阿吉拉德說 你怕台灣地震 怕台灣什麼 治安 你倒不如怕那些交通狀況 台灣連交通死人 是多過其他所有的意外 好啦 那麼我們說 賴清德 一直都是自稱台獨工作者 講到越講越激 就講到最後一個冒實的台獨工作者 變成了 那共產黨當然是很不利 有沒有搞錯 你只是分明替我眼眉 你搞台獨 你就搞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要說明 那麼到了蔡英文 自從我們兩個邦交國斷交之後 以前他一向都是 有幾個稱呼的 叫大陸 中國大陸 大陸 對岸 北京當國 這些都是阿九的時代 那些不是 他都是遊走這幾個名詞的 那麼到我們兩個邦交國斷交之後 他就不講了 即是不講這些了 直呼對岸是叫做中國 我和你一邊一個 我就是台灣 如果在現在的立場來說 我是中華民國 你是中華民國 我們兩個不同國家來的 我們只是隔了一個台灣海峽 那 如果 因為兩個邦交國斷交之後 蔡英文這樣說 到外交部這樣說 所有的政府單位 都是同一口徑 那除了陸委會 陸委會仍然稱對方 是叫做中國大佬 因為他的身份 我叫大陸委員會 我叫你中華東 沒有亡交 所以 在陸委的立場 他就沒有變 但是其他所有的部門 就同一口徑 都是叫做中國 好了 那理論上 就一直叫下去 就是習慣了 那最近 賴清德 這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他竟然向大陸的示好 他說我們歡迎中國大陸的旅客 來台是這個女友 雖然是短短幾個字 多了大陸兩個字 但是意義就心長了 因為一直來講 我們就是台灣 你就是中國 我們兩個不同隸屬的國家 其實這些叫法 其實是暗藏玄機的 譬如 在李登輝年代 都是叫大陸 到阿比年代 就開始 中國大陸 都後期 執政後期 連大陸兩個字 就刪除了 所以到馬英九上場的時候 就是明令 就是官方叫法 就只可以叫中國大陸 或者大陸 就不可以叫中國 這個是馬英九 執政年代 就明令的 就是下令所有政府部門 都要這樣說法 但是到 邵英上台 當然 就是翻彎那邊 那些做法 就是稱呼中國 你說民進黨政府這樣叫 我都不足為奇 但是如果 有時候我們聽到 國民黨的那些高層 就是有 有身份有地位 都跟到 中國 我們去中國 我們台灣政府 我講普通話 你們懂不懂聽 這些 國民黨這些人 是應該打槍斃的 這些人家產 喂 你要知道自己 自己有什麼身份 是不是 你的用詞顯示 都是要心思熟慮的 你不要用到 你狼狼上口 就是屌 對方就是叫中國 我們叫台灣 喂 我們是中華民國政府 你就不斷強調 我們是中華民國政府 對方就是 中共當局也好 北京當局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 大陸當局也好 什麼都好 他都有一個 我們特定的稱呼 你要用這個稱呼 是不是 我們叫國語 他們叫普通話 就是我們叫國語 就不是說 我說普通話 不知道你們懂不懂聽 你說別人說 我們當你無知 你作為一個國民黨的黨員 你就不能夠有這個無知 沒有辦法 但現在的環境 有一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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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員身份 應該是官員身份 在演講的時候 我說普通話 是否謝功你們 大家好 整班人在下面都罵 我忘記了 那次不是官員 那次是國民黨的海外部 在文曉 不是一次 不是一次 另外你不在這裡 另外一次是光華文化中心 就一樣 在台上就說了 即是說普通話 下面大家都說 是國語 那你光華文化中心 自己罵出的海報 都是語言 就叫寫普通話 罵你這些 這個我就當面 都跟這個 當時的主任 令員都有反應 所以問氣給他們 他認識 我都跟他投訴過 那怎樣見到結果呢 不是 不了了之 那跟著我都跟處長 亦都投訴過 但是現在呢 他都是寫普通話 都沒有辦法了 都怕 都沒有理會 中國文化學 我們 我們 反應得多 他們都從善如流 在語言那裏寫國語 這個我們是特定立場 大哥不是 不是我特意去 就是要 要強行挑這些骨頭 而是 你這個是什麼機構 這個機構 你這個機構是哪裡來的 你那個語言 我們叫國語 就是國語 對方 叫普通話 就是對方的事 我們為什麼要跟對方 你連自己的立場 都不把線 都模糊化 那你怎樣可以保護自己的文化 是不是 你 就是 我不論你是什麼 台獨九 或者是什麼統 都好 你最重要是自己的立場 很簡單 中華民國四季節 去台灣都不叫自己是 不是了 所以現在很多 拿著中華民國護照 都叫做台灣護照 我覺得簡單一點 因為你可能 中華民國護照好像很累積 你生活語言不同 我都理解 我都理解 有時候 有些 我們自己的朋友 叫台灣護照 我都 我自己心裏面就覺得 不舒服 但我都不會 你這樣說是不對 你那些中華民國護照 我也不會 因為如果方便來講 台灣護照好像是順口 有個叫中華民國護照 簡單一點 但我自己有自己的立場 所以我自己拿著 中華民國護照 你要多麻煩 多長 我都叫中華民國護照 我一天叫護照 但你剛才說的 什麼普通話國語的問題 譬如 李應元 當時江馬那個主任 他說 為什麼寫普通話 因為你香港人每個人都要叫普通話 不是 國語歌 你看 有沒有人叫普通話歌 車屬沒講過 車屬沒講過很多年前 車屬沒講過很多年前 這一首是最新的 不知道哪一個大碟 普通話歌 可能被人扔得多 之後他都不敢說 他還是國語歌 到現在大家都在講國語歌 你大陸都要叫華語歌 也叫國語歌 他都不會叫普通話歌 不要 因為那個是生活語言 大家已經熟悉了 的一個慣用語言 那我跟他說 譬如大家都叫國語歌 沒有人叫普通話歌 去想一想 是喔 我說是喔 那為什麼你們 沒有人逼你們改 是不是 有人逼你們改 不讓你們用國語兩個字 不是 那不是為什麼你自己要改 因為他可能跟回台北官方的口語 沒有 也不是喔 台北一定是叫國語的 沒有 當然現在兩岸互相影響之下 在台灣很多官員 或者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 都有時候講講講講講 講普通話 我講普通話你們明白嗎 我講普通話好不好 都有 但是如果你作為一個官式的場合 你自己普通話聊天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聊什麼 但是問題是 因為普通話聊天 聊成一個習慣 其實你在一些官式的場合裡面 你就叫國語就國語 所以上一次就不知道聽誰演講講什麼 我講 我向大家講 晚安 午安 大家知道我不是來自大陸 因為大陸說 晚上好 這個 早上好的 所以不知道是誰來的 我覺得這些好 晚上好 早上好 新年好 端節好 這些全部都是匪語來的 我們中國人 有的過往 這麼多年都是叫早晨 早安 午安晚安 我聽到這些我就 火都來了 我們說回來 那 究竟這些 在這個 需要大陸旅客 是不是去到這麼嚴重呢 我們講了很多次 導遊失業 那些遊覽車曬太陽 原來呢 在這個 就是 一五年 是有八百幾萬 八百幾億 八百幾億 這個旅遊 就是來自大陸的旅遊收益 嗯 那就跌到去年 就不足五百萬 就是 很厲害的 一大半 香港很多人就聽到 那些大陸客人不去台灣 哎好啊 恭喜恭喜啊 就是很開心 那樣 他用了香港 就是 大陸遊客 那些 或者水服客的滋擾 那個情緒 反正去台灣 其實是不同的 你香港 你香港每年 由 就是經搭過來的 所謂旅客 在說幾千萬計 而在台灣 這麼大 一年都是說 一百幾萬而已 百幾萬 那所以你 不可以將 那個程度 香港受招的程度 投影去台灣那邊 所以呢 這個 其實就是 民進黨政府之下呢 有些官員 其實都很坦白的 譬如去年 政務委員 張敬心 他都說過 其實我們台灣 是很需要中國大陸的 那些旅客的 這些老實說都是良心說話 老實說都是良心說話 這句話 被人扔到混蛋了 是不是 這些老實說 是不能說的 大陸 那是說 你旅客其實 到處都需要的 那你說 大陸旅客過多 好 那你就想想 有沒有其他方法 招來到 譬如以前 香港很多日本的遊客 台灣以前都是日本遊客 那你可不可以招來多些日本遊客 或者美國遊客之旅 以前都很多美國遊客 其實那個旅客 來不來呢 是跟當地的旅遊質素是好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你這頭 譬如前一陣子 有一個 有一個記者 申請 他在台灣已經做了幾十年了 就是來來往往 大陸台灣來往 最近在大陸申請來台灣 不批 說去做假新聞 做假新聞 就是花蓮的地震 地震救援 就說 日本人就不肯 因為他危險 日本人就不肯 深入地震的災場裡面 去救人 他只是訪問他 然後就說 日本人就不想進去 還有呢 當時是一個台灣本土的消防員 在那裡和他一起的 他說 你不進去嗎 他說 太危險了 我們不進去 我們的儀器可以借給你 這個大陸記者 如想報道 但是呢 民進黨說他假新聞 嗯 其實他的報道 只是說 那就是 假新聞不讓他來 總之 這個他在新聞裡面 成葉的記者 其實他就說到 日本人什麼都不做 就是日本的救援隊 什麼都沒有做 那所以呢 就給這個 現在的市場政府裡面 就 就是張了一件事 那就是 你現在就和大陸 就是鬧到這麼煩 鬧回來了 什麼都 只要我又不讓你人來 我又限這些 限那些 有些什麼論壇 我又成批人 不批人你過來 你在這個環境之下 然後呢 你又說 歡迎中國大陸的旅客 來台灣觀光 那你覺得他會不會來 再次 你先決條件 再前一個月 才趕重嚴審批大陸官員 去台灣交流 好了 那operator都叫我們 就收聲了 別說那麼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